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表决通过关于2018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批准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表决通过了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批准2019年中央预算表决通过了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同时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张荣顺辞去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天上午闭幕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在会见中外记者 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时候 李总理谈到2019年中国经济遇到新的下行压力 要坚持激发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进入今天的两会财经快评 我们来连线一下刘哥来听一听本时段的快评 刘哥你好 时间交给你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克强总理现在还在人民大会堂 回答记者的提问 那么刚才路透社记者第一个提问 他的提问单刀直入 就是在中国经济面临进一步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 会不会采取比如说传统的放松房地产的管控 或者是我们放松银根 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些传统的刺激经济的方式 李总理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开诚布公 就是非常的清晰 那么第一 中国不会让经济滑出合理的区间 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给市场一个非常稳定的预期和信号 第二条就是说我们绝不搞大水漫灌 要激发市场自身的活力 包括减税降费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它的目的就是激发市场本身的活力 为市场松绑 那么这个是我们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里面的最主要的手段 当然第三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时候的一些工具和准备 这个都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们看总理的回答当中 我们感到就是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2019的中国经济 应该说是信心满满 那么我觉得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 有一些变 但是还有一些不变的因素 比如说中国经济现在经济下行压力的判断没有变 但是现在经济增长的动能增长得非常快 我们看习主席在福建代表团讲话时说 就是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的发展 那么现在一些创新的指标 比如说研发费用占比的指标 比如说技术合同交易额的指标 去年的话增长都非常快 也就是说创新正在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那么第二就是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变 但是改革的路径更加清晰了 比如说以国企改革为例 国企混改经过这几年前几批的这种尝试 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那么下一步就有进一步推广的条件 那么第三条就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没有变 但是应对更有信心了 因为在2018年大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 很多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 应该说开始猝不及防 而且有一些惊慌失措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他们对于这个变化已经适应了 而且由于减税降费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进一步的推行 我想这些实惠会转化成他们的信心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分析这样的一些变与不变 那么应该说解锁变中有优的这把钥匙 这个锁 那么钥匙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我想这是我们信心的真正的来源 那么两会财经快评的上午版 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好的 谢谢刘哥的点评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资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2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 一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 一降一升 总体呈现出来平稳运行的态势 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城市表现 初步测算 二月份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3% 广州环比上涨幅度最大 达到1.1% 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来看 一线城市环比上涨0.1% 北京 深圳涨幅反弹较较大 对于一线城市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上涨压力 真正反映或者说更敏感地反映 房地产市场形势的二方 还是在持续的回调过程里面 此外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7% 涨幅连续三个月相同 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4%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看 西宁以2.3%的环比涨幅 位居70城市之首 大连大理紧随其后 业内人士表示 1到2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出现负增长 人们的购房行为也更加理性 未来随着阴城失策效应的持续显现 房价平稳运行依旧是主基调 就在今天上午 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对外发布了最新的一批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抽查的结果 从2018年12月开始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查了2478家企业生产的2788批次产品 不合格发现率为12.5% 在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 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 导致了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以次充好 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反映在抽查的数据上 就是合格率的下降 根据这次国家抽查的结果 包括液晶显示器在内的产品 企业为了获利 不惜采购劣质低价原材料和零部件 就存在以次充好现象 在2018年的产品抽查中 合格率较上一次抽查下降超过10%以上的产品 有18类 在这次抽查的产品里面 电动跑步机 碎纸机 豆浆机 这些产品是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产品 但是他们的抽查发现的不合格率相对较高 不合格率在20%到40%之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315晚会 将在今天晚上20点播出 315晚会315在行动 将在央视财经客户端 独家同步播出 大家可以马上下载 央视财经的客户端 随时随地 看我们的315晚会的最新消息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10号 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坠毁 机上1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4号 这架客机的两个黑匣子 被送往法国进行分析调查 14号由埃塞方面领衔的一个事故调查团队 将这两个黑匣子送到位于法国巴黎布尔歇机场的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总部 随后该机构就公布了其中飞行数据记录器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 这个记录器外壳的一端损毁较为严重 但好在依然保持了完整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说 他们将从当地时间15号开始 对这两个黑匣子展开调查 但眼下还说不好需要花上多长时间 才能完成对数据的分析和解读 所谓黑匣子 是指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是飞机专用的电子记录设备 空难发生后对两个黑匣子中 记录数据的分析和解读 往往能对查明空难原因起到关键作用 埃塞航空失事客机的这两个黑匣子 是11号被找到的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是全球较为权威的空难调查机构 除了能对黑匣子进行分析外 该机构还能通过对失事飞机残骸的调查 推断空难发生的原因 在此次空难发生之后 美国当地时间13号才宣布停飞 波音737 MAX型飞机 那么也是成为最晚加入停飞阵营的国家之一 而就在此前的一天 美国还拒绝国际社会的呼声 称其评估没有显示出 摄氏系列客机有系统性的性能问题 因此没有理由停飞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迅速改变了之前的决定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明 停飞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 以及13号上午获得的 经过最新处理的卫星数据 但该机构没有透露是哪些新证据 促使其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尔维尔塔12号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 卫星数据显示 I航和去年10月29号 印尼诗航同型号失事客机的运动轨迹相似 美国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彼得·德法奇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两起空难可怕的相似 均出现了不寻常的爬升和俯冲 两起空难均发生在客机起飞后不久 去年施航客机失事调查报告显示 客机上某个营角传感器出现故障 在短短10分钟的飞行过程中 客机机头被危险的向下推了20多次 营角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数 飞机必须在一定的营角范围内飞行 否则可能有失速的风险 营角传感器是测量飞机营角的装置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特沃尔德·加布雷玛里亚姆对媒体说 该公司失事客机机长 也曾向空中交通控制人员 报告遇到飞行控制问题 并希望返回机场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消息 今天北京市将按时停暖 根据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预报 3月16号到20号 北京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是8到9摄氏度 最高气温为15至19摄氏度 根据气象汇商的结果 按照北京市供热裁暖管理办法 规定2019年3月15日24时将按时停暖 我们继续来浏览一组重要的资讯 国家医保在持续增加 备案人数和直接结算量 持续快速增长 截至2019年1月底 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的数量 是15,933家 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170万人次 医疗费用409.5亿元 基金支付240.7亿元 基金支付的比例为58.8%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 13号发布的最新旅游行业的年度报告显示 希腊旅游业的收入 grace revel 725亿元 同棵 第狼 通行 增长 Large 小 空 并 仍 不到 5 2